我们是京都高野山转的第二辑 真是很感谢《几图》 真是百忙之中抽时间与我们做这个特辑 你又不带我去高野山 为什么我带你去大陆 真是开玩笑吗? 我要我带你去 就不符合时间 都不断跟你一起 是呀,不用你去就打轻就熟 不用我带你去 老实说我都不叫熟 如果你叫我自己去一次 我都去不了 因为你叫我乘巴士上去 我又觉得免得失事 你叫我租车,我不会开车 你叫我自己去 不如找个导人带我去 再补充一句 高野山事实上有太多东西 太多值得去的地方 我自己没有详细去 因为有一个就是 我们去的时候刚刚关闭了 是 它是一个孔雀明王的展览 是呀 这件事对我来说又很奇怪 因为我认识在香港 我认识的 原来是近期拜孔雀明王 是 整件事与高野山本身有关系 是,真严密的孔雀明王是很厉害的 是呀 但是孔雀明王这件事就留在结尾 因为这件事是整件事最精彩的地方 你看过孔雀王 是 无论是漫画的电影 也和高野山是有关的 那我们先去买个关子 今天说这个 为何我触发起我去有这个继续的念头 就是因为我们说了之后 颇有的回响 是 有人就问你 你那次说那十几个温泉是怎样的路线 十个温泉 那个是清心的 是呀 京都大阪 但是都是尝试说的 是越北那边 我知道 那你叫几度一次过说那十个温泉 就比较麻烦一点 是 那简单来说 我们以后可以做个专辑 或者放进去神秘之夜 那也行 因为我们那次去的十个温泉 基本上是他们北面那里最出名 或者有古老 而且如果你计旅行里面来说 就是一个很好的行程的设计 这样就 但是你怎样能量度到这个行程呢 这个问题是 你自己计算还是你综合了这些书籍资料 不是我计算的 有一个我们的好朋友 我们经常说他叫温泉抗兽 他对日本的温泉情绪独 撩如指掌 而且他本身也有读日本文化 就是这样 他就是计算的那个行程 连同时间表 就是多得 你知道日本的那个 整个社会 他最劲的就是 比如那些车程 那些很准确的时间 他计算了一个日本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一个方式 计算是很丰富的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专题都可以的 这个都是开支票的 好啊 台长你安排呢 好啊 另外一个也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那些朋友对我们来说 Derry Bowie在人传寺里哭 他有不同的看法 他就说哭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字里看到那个血天井 这个是京都其中一个最著名的遗迹 我不可以叫个景点 因为没有人想看血的 我先回答这个疑问 我觉得不是 不是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Derry Bowie 尽管他对日本非常有兴趣 但是他的兴趣是局限在形象设计 以及符号 以及他演唱会的设计 对于日本的历史 他差不多都没有说过 你说他喜欢研究日本的武士 或者日本战国的历史 我觉得是以我看过 关于Derry Bowie的传记 我觉得他对这些不是兴趣的 但他对纳粹党兴趣很大 他曾经是在波兰被捕的 被捕捕的原因是他在那里卖了很多纳粹党那些 什么的 的宣传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相信我也维持 就是Derry Bowie 他在那里卖了很多人 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景色 那个亭园 那个整个环境令到他感动 那个Garden 那那个Garden是很… 我想我们将这个朋友的看法再整理一下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可以探讨很多 因为日本平原和英国平原两个东西对比 两个东西都是 欧洲平原也很出名,但我们没有很好的保留 我会讨论这件事,因为我进去就有个感觉 这个我不讨论太多了,但你可以对比 因为英国和日本的文化界里面 他看到里面都是一种有君主的国家里面来说 他们既是保留到有君主制,同时他们的文化 是有很多东西方对比,找出很多不同 但是相近的东西是出来的 所以对于这个,如果你从文化方面来看 好像David Bowie那种份量 他可能会令到他有一个很大的看法 你可以从这个方向来看 最重要的是他哭 他出了一个流为记录 他里面有很多文章 如果是David Bowie在这里 那当然可以问一下他 没关系,他很多都留得住 因为他的感触在日本方面有写的 但日本方面也没有提到他在寺院里面 看到的血天井 但这个血天井反而又觉得,咦? 还可以看一看 因为一般的旅游书 譬如我们看这些英文介绍 他们很忌諱这件事 也就是他们的缺点 写得很厉害,很多字 但很多重要的东西他没有说 而且我不是看一本,我看好几本了 中文也有看,英文也有看,日文也有看 他们没有说到这些京都的实际情况 第一件事,为何是血天井呢? 因为在京都发生过很大型的大屠杀 在鸭川那里是一个形象 我们有说过 但是一般来说,现在 说到京都的时候,建筑马亭园 京都事实上是一个大屠杀 他之所以这些血天井留在这里 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些杀了人的人 他们觉得这些可以留在他们的记录 池苑有这些 引以为界的一些 不是引以为永,不是引以为界的 这个血天井其实是好几间寺院都有的 所以大家如果去的时候 如果你喜欢看这些东西就不妨留意一下 而事实上京都的寺院是多到你去不了 我认为有几千间,有几百间 总之有多一家在作劲 多都很重要 京都这个历史为何如此重要 就是因为京都在认人之乱 我不记得是十四世纪或十三世纪 打到九彩 当时很多人在这里死 死的方法也非常残忍 有丢手级之类的 这些历史今天就全部都淨化了 听到 你想象不到当时那种的 惨烈的情况是怎样的 所以百鬼夜行就在京都 是 因为当时死了很多人 接着他们做法事也好 或者加上瘟疫 他们做这些仪式 即是等于鬼佬的Halloween 但现在的做法就是 这样的纪念方法 你不会想起以前那种 血腥的情况 已经将它变成了另一件事 日本将有时杀木 或者这些残忍的事件 引申变成了一种叫艺术 陈洪美学 我们看很多浮世潔里面 比如月光芳年 我一个很喜欢的浮世潔画师 他里面那些叫无忏悔 那些都已经出名 他很多时 当你在杀栗的时期 或者那些艺术作品出来的时刻 或者你看到这些古迹 看到那些血迹 令你产生的联想 有时多多少少 就会令到你 在我本人上的情绪 那个波动就很强烈 我们上一次也提及过 那个大祖主 羽发道 羽发道 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都是讲军人 有时因为他杀六成星 或者职业上 他就是要在战场上杀人 他在杀人的时刻 其实很多人都说 军人有时在战场上 那种心理里面 对于杀六来说 是一种产生本能的兴奋 一种行为 日本的历史 特别是战国史以致 杀六的业障很重 这个又不关我们的事 你这样说 我们认识 不要说不关事 是的 我们很好奇 杀六的 非常之杀人 可能其他国家也是 但他们的记录是相当长进的 你说如果其他国家也不奇怪 但有一样东西 就是日本已经出神入法 一个武士自己撤伏自尽 那个已经去到一个最极端的阶段 而且是美学 因为当你去撤伏自己 撤伏那时期 它是一个仪式和一个程序 不是就这样 自己撤伏自己 不是的 当然是有步骤的 有 它有很多人研究 我当时也看到一个 我们中国军事学者 董千里 董千里 他研究日本的文化 他特别提出了武士的摄伏方式 董千里还是董百里 董千里 不是我要去查一下 不好意思 因为老海现在都 总之 我觉得他有一个很深入的理解 尤其是他说 撤伏那时 他那个是一环 和一定是湯羽的技术 而他基本上 他在一个源流里面 有很多武士 他们都认为 他们的那种知识 他们那时候 他们整个生鱼 变成一个武士 其中之一 就是他们鱼的化身 鱼的化身 是 从鱼里面上来 等于我们的路程人 我们的路程人 就是由人变鱼 就像水行俠那些 由鱼那边变人 是这样的 所以他有一个渊源 在里面 就是衍生了 有很多他们的文化 或者他们的意识 就出来了 是的 我讲了什么题目呢? 就是新选组 新选组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 是误打误撞的 这也是说明了一件事 我之前有看过这些书 很多本 但全部没有讲新选组 是 竟然间 因为订了那间的文宿 在街口 就看到这个申选组 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走下去 非常着弱 然后原来那里有一个介绍 有位日本阿叔介绍这个申选组 我们基于好奇就去听 但是他说日文 是 我们就不懂得听日文 但是我们要扮到 基于在我们的入乡 随重 我们要扮到我们 噢,所以说 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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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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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些东西是辅助的 这个也是日本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收获 是 是 他们做得很好的 这个就是 战国 是 家闻 家闻 真是不可定 很便宜的 是 战国 这个 整个历史的关系表 是 这个就是新选组的 我问一件事 为什么我们去其他 比如中国大陆的旅游或者香港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没有做的意思 不是说做不到的 这个是心思 你可以这么说 因为他觉得 用这种方式 有时候 你给一个学生 读了一整个课程 现在 接着他自己的资料 就套下去 套下去 做个纪录 这个很开心 这个很棒 这个是新选组 在内梁以外 原因是为什么呢 一全都烧毁了 打仗 打仗 是吗 那个叫太平洋战争 那时候 不是 太平洋战争 避免在那里没有炸 但是之前应人之乱 跟着战国全部打到九彩 又烧毁了 又死了很多人 太平洋战争 也是其中一个关键 但是一直 京都 他最主要是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 天皇原本是在那里 要到大政奉还才搬回东京 很有趣 因为京都人 看了一段历史 他是自己看法的 我们那天去京都忍者纪念館 有人解说 用颇为流利的英语 一般日本人没有那么流利 他就说那时候 德春家康 为了远离这班隔壁的 他搬到一个小鱼村 那小鱼村叫什么 那个小鱼村叫光户 是呀 京都人就是这样说话 不是 那是对的 是呀 因为德春家康的家族 都是北方人 就是本州的北方人 那里 他做了大将军的时候 他又想找回一个 可能地盘的考虑 那里不是他的地盘 他一直都引以为己 是呀 是呀 就是在江湖里面 那里发展了一个新的地方 也变成了 里面那里有个蓝不之分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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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个 我们今天说的新选组的历史 我简略地说 但是首先要说 原来香港的图书馆 是找到很多新选组的书 是 这个是香港人写的 我以前介绍过 这个是日本人写的翻译 是 但是最重要的是 首宠自从有写过新选组的漫画 是 你不看文字 你看这首宠自从的漫画 是我的漫画 是任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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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新选组的历史 很简单 在明治维生之前 这个日本突然间有个鬼佬 是 就是美国佬 就开了一艘船 他说你一年之后 如果你不通关的话 是 我们就开你一波了 是 那我们都走着了 黑船事件 黑船事件 都走着了 走着了之后 就 日本人有一个很大的移民 特别是日本没有事 而当时有很多浪人 知道吗 是 其实主要是浪人 一个问题就是 你这个德川家族 这个大将军不行 即是看到那群鬼佬 就走去投德 于是就讨历了一个问题 就是 能否继续要你这个 正义大将军呢 那不要你 又怎样 接着就捧了个名字 天王出来 那时候不是美道的名字 是孝明天王 是 德川我不知去大几代 但是那些人觉得很浪费 是 于是有两派不同的看法 一派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 我们捧回皇帝出来 有一派不是 我们都要维身 不过我们是在大将军的 正义大将军的领导之下维身 所以 如果我看日本人说 就是说 其实没有人反对维身 是 大家都维身 绝大部分都知道维身 但是 谁是领导维身呢 这个才是问题 有一帮人就是说 他们就在这个 先看名字 我突然叫你名字 就是重平容保 匯尊 这个匯尊凡 那个首领 就是说 我们就要在大将军的领导 即是德川家族 德川家谋的领导下 第十四代 刚刚才 十四代 去维身 于是他找了一群人 那群人是任生的 应该是浪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 因为你没有可能找其他人 就没有事 那群人就白应 那首领叫头方碎衫 有照片 其他人有很多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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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再记得 在池田屋那里 应该是开会的 就是他们想放火 应该是长洲烦 如果没有记错 是 长洲烦 就想着放火 结了这个天王 去江湖那边 谁知道被这个新选组 事前知道了 于是乎那晚就去砍油 这是著名的池田屋事件 说得很简单 你自己看吧 我们就去了池田屋的那一屋 去到里面 介绍给你们看 那位横梁那里崩了一核 我几乎真是分手磨 整班是学住 幸好他们有个胶盒封住了 原来就是武士那天去砍油的时候 砍到横梁挡了他的刀 那些人就走掉了 到现在还保住砍那把刀 这个就是日本人的保存历史的态度 是 譬如我们去看那些寺院 讲一些由唐朝空海 原原本本是唐朝 一千多年的东西放在那裡 是 是 那你说中国做不做到呢 是 是 千多年的东西 中国一直都做到的 不过去到六十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 那个真是很大的臭伤 是 红日兵那些将很多 都消掉了 是 这是简单的历史 为何我们当时 会去到新選组呢 很简单 我第一眼看到 看到什么字呢 成字 这个就是新選组的旗号 当时他们出去砍油的时候 就担着一个字叫成字 是 即是现在你看到这个 是 忠诚的成 忠诚的成 你见到这个字 那时候立刻要闪 是被人砍油的 或者转身 不能进去 不是 不能进去 原来当时是如何 原来 如果你遇到武士 如果你是农民的话 你跟他的对望 是可以砍你 是 没有什么招 他都不用说 不用说 原来是合法的 是 他不需要 我们讲的这个刀 他们整班都是正于刀劍法的劍客 是 我们那天去的时候 原来一班年轻人和阿沈 学店 是 每个人都拿着一把东西出来 走去 不过不是拿这把 他最近 连学生妹都是这样的 因为他有几部卡通片是好刀劍的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研究那些刀 即是古刀 哪把刀 那些刀 变成了流行文化 他们全部有黑名的 是 即是上面有哪个黑 几时黑 全部都有名字 是 没有名字的那些是流行文化的 好了 肯定是否是迟田屋 我觉得是 你进去看见门口四起方方的 外面就是一个庭院 你看到一棵树 那种美感 我想那间不是一间 即是一间普通屋 他们建的房间设计 关于住房的设计 是 是 是美学 是优胜于一切 是 你看到 我有点感动 我坐在那里 看出去的时候 我没有拍摄照 外面看到 他放了一棵树 一个小小的庭院 是 因为从江湖时期开始 他里面的士隆工商 都已经搞得很好 变成了 因为他有二百多年所国的时候 他那时是完全没有战争的 所以现在对这件事的争论 就是说 那二百多年所国的家族 是做一件好事 还是做一件坏事 是 好事 那二百多年 全部人是国泰文安 吃喝玩乐 有很多艺术品 有佛世贵 有Kabuki 但问题是 是否整个社会 是因为这样 停滞不前呢? 反而人家说 战国时 日本人是最Smart 是 为什么呢? 那时有些新的 是阿修罗律 那时真的杀了很多人 你看到 如果之前信了 是什么心理变态 是 那时有外来 有炮 有枪 全部直接用 不会这么多 保留传统的压力 是 德川家康 最初都是那些枪火 令到他的势力大了 大家都觉得最先用的 就是大规模用的 是積田信长 好吗? 他最主要 你现在看回那个 从江湖那时期开始 最吸引的就是 他对于整个江湖市城 如何去发展他的舍弄工商 他整个东西 好像欧洲那时的文革复兴 那时是这样 将政治、艺术和商业 是用一个当时的新的角度 来做一个很蓬勃的现象出来 而江湖里面最关键 就是他用了中国的渔学 用了渔学里面 如何看25人种 时龙工商如何去运作 他有一个打理得很好的 一个见证 这个池田屋事件 就是令新村组 响朵的最重要事件 其他不多说了 最重要是池田屋事件 你去那里应该去做池田屋 台长他一直放这个图 都已经看到 基本上他很困扯 那时期留下 你身在其中 你坐在那时 你的眼观 看出来的那个庭园 里面那些树林山水 这个不是的了 这个已经是太多东西了 我那里只见一棵树 整个感觉很感动 它有个不同角度 我认为这幅图 它有特别 就是一圆一方 是 这个很少见的 这个圆了这个就很少见的 是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究竟是伸赞组还是伸选组呢 书有解释的 为什么呢 日本人写汉字 其实没有什么规则的 有时写伸赞组 有时写伸赞组 有时写伸选组 你可以用伸赞组 也可以用伸选组 但是我们看司马尿泰龙 伸选组 是伸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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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书我们也是说伸选组 是 这些叫文字的分别 是 好像我们以前说的 是涉谷 现在是夹谷 是 就是那个因由 是 伸选组最后的收场是什么 很简单 是 是 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特别 就是因为他很多时候 就是他 有些 有些都转了 有些投了行 然后转了 转了维身 是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官职 是 他有那个 可以受那个官录 是 很多人 其实当 试他的 他的家人 入到新选组 那些没有事 基本上 全家都好像有个贴法门 当然 他那年是收妥的 他这本书说 因为我相信他是香港人 他竟然访问到 新选组的头目 土方水三的后代 是 在京都 他们 我看的情况 似乎他们不是认为 新选组那么差 我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我看的 新选组其实是一班烂仔 是 即是等于今天 他们那些 Yakuza 是 或者我们常常说 敢依慧的那些 那些 那种 形态 近畏军的形态 是的 实际上是等于一些地方势力去收 变成有排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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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等于这个大岛主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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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出了那种 譬如 譬如 现在不在战场上 但是 他们基本上 是很有杀意的 武士 当他做了一个有排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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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 卖吃东西的店 另外,如果根据这些书说 他们原来有空都会嫖妓 京都嫖妓就是什么 那个年代不是说现在 是化妓嘛 那些叫华妃 叫华妃 真的,那个又值得说 即是有排妓艺 妓女之王 原来他们还分了很多等级 虽然说妓,其实最主要不是说卖身 是跟他们聊聊天 跟你社交一下 跟你一起喝酒 就这么简单 基本上那个妓在他里面 都牵涉了妓艺 主要是妓艺 他不是就这样叫做淫,淫女 淫女跟妓女,因为妓女我们常用了 就将它变成一般化 跟我们同样意思 不是的,原本我们中国也不同 但是可能在邓代里面 不要这么多探讨 就准备变成妓女 但是如果纯粹去做那个叫做搞事 一流一那些 那些叫淫女 这样妓女始终都是有一个 里面叫花佳里面的那些 你去过花佳没有? 有有分别,有什么? 你去花佳吗? 你说日本吗? 是,京都 京都那个有,有去过 有没有看过那些表演吗? 没有看过表演 但是看过他就走下来 真是 是呀 因为京都那个地方 有时候你去 如果你有多几天的时候 沉幽探秘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很多 沉幽探秘 有很多发现的 你真的开心,沉幽探秘 因为譬如像你在这个新选组 你没有去做的一件事 你知道吗? 你应该跟他用灵性的接触 你一定没有做 或者MC人都没有做 有的 或者他太空瀚了 捉到的 他太空瀚了 这些人杀起太重了 你去应该都是他们的庭院 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设复 有时候在那个地方 我有拍到他设复那个地方 是的 你在那里有时候会小心点 因为日本对于灵性的东西 有很好的保护 所以如果你有心想去接触的时候 其实就有方法 不是很困难 能接触得到的 不过你要小心点 如果你说在新选组 他们的屋寮那里 你去接触 可能你会触犯到那些是默令 很散意还是很重的一些幽灵 但我觉得最奇怪的地方是 反而版本龙马的纪念 不是那么隆重 版本龙马被暗杀的地方 现在只是薄碑在那里 当然有版本龙马的纪念馆 但是他又没有伸软做 实际上是保存得很齐全 很齐备 而且有贡献去买 反而版本龙马 为什么似乎他们又不是那么尊重呢 他不是不尊重 因为那是一个事件的关键地方 有时候可能他都会考虑到 如果你留下那个在那里 那种能力也是很强 反而比如这些家居那些 他们不是很敢拿走 说撑了他 他知道他里面保留了很多现实的东西 也有 比如你看看可能他里面有些事件发生 你都会看到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你都可以灵性接触到的 但是在医食住行 他都觉得 他都会有一些东西的记忆留下在那里 是可以给你多方面发掘 那我们就所谓发掘了 对啊 所以就变成了跟版本龙马 你说的那个是不同的 那个是一种伤痕的地方 是 有历史伤痕 那都差不多到京都都是历史伤痕 我们去看新选组或京都历史 有不同的方法 我自己看书或电影或电视剧走 MZ人就是透过电子游戏 是 是 我不记得那些名字 他们有说新选组里面有打游戏的 是 但是我最想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新选组学什么刀 是 什么剑法 因为刚才我说了 应该是我们出来的那群学生妹 阿禅 有些都是男生来的 每个都拿着把刀出来 虽然是木的 那我们学什么刀法呢 那这里就公开问一下观众了 嗯 香港有没有学呢 当然有啦 香港有最 我想不少于三个出名流派 香港都可以学得到的 是 或者更多都不奇怪 因为香港我觉得它 它对于日本文化 尤其是剑道的那个 有很多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 是很多都有一个向往的 所以如果想在香港学多 就真的学到的 那我们今天太长了 因为这个特别专目 每一次都做的编绵节 介绍一个主题 那我们下期还有其他主题 因为实际上太多太多了 比如京都和战国之间的关系 是 特别是比锐山 比锐山我虽然没有去 那至于你说高野山 有很久ätta 是 而且京都德尊将军也留下了很多历史 我曾经在资料搜集的时候 去过平和公园 还有他旁边有一间学校的一个庙 是德尊家康的家庙 进入里面 他介绍给我们看的主持 他也说整个建筑里面的细致东西 有什么文物留下 是在大陆、中国那边传过来的呢 他也说得很仔细 我们可以将来整理它和大家分享 如果今时今日与人美义家康还在的话 就很紧速 如果还在这里 他的节目本就更加完备 他甚至可能讲了一些我们意想不道的东西 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望族的家庭 华族 望族 望族 他妈妈和爸爸 一个是北方一个是南方 都是一个很出色的东西 大家门当户对的东西 有很多历史说的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神秘的夜第一节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会和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那一宗在飞机上发生的古怪事 嗯? 话说在几个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国的内陆机 突然间有一个女人 站起来出来大炒大賴 说要下飞机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这个女人就说 坐在旁边的人不是人类 大家不下飞机 乘机人都会死 有很多网民在这里说 其实这个女人可能是没有说大话的 就是说 坐在旁边的一个 这个是Shift Shifter的东西 那几图你怎样看呢? 这东西其实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们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过的鹅兽 什么是鹅兽呢? 鹅兽就是可以变成人形的神兽之一 为什么今天神秘的夜会说这个题材呢? 其实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话 就会不会我们身边的人 其实未必真的是那个人来的呢? 其实是Shift Shifter 去模仪那个样子的那个人呢? 换句话来说 可能有些观众在这里看的 就并不是我和几图在这里做节目 而有两个人就扮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但如果是这样就很糟糕了 有机会人就去追追假的节目 就不记得你就追我们的节目了 关键是如果观众看完之后在YouTube上面 他们订回一个订阅键 那问题就解决了呢? 没错了 其实我和几图就真的没有夹过 但正正就是我想说的东西了 其实就有人扮我们两个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用YouTube平台看我们的节目的观众 就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钟仔在这里按一下 和我们有新的节目就会有通知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东西就是这样 之后就有神秘之东西了 并不是真的我和台长 不是 只是我和台长 我和阿企图 没关系 我和台长不在这里 我们的时候要将多维线之维线 对啊 对啊 好